各位在我們開始蓋房子之前 我們先做一個高品質的輸出 為什麼要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下高品質的輸出 因為各位雖然我們在這樣3D的過程裡面 你感覺起來其實效果還不錯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這樣子的輸出的3D是沒有陰影的 而且跟你剛剛看到我同學那些作品不大一樣 品質有差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比較粗糙的 因為他希望說你編輯的時候互動比較方便 那怎麼樣輸出比較高畫質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台照相機一台攝影機 這個就是做靜態的 這個就是做動態的 但是呢其實我有一個外掛 在這裡工具裡面 有一個Create Photo 有沒有 這裡 事實上這個也 我記得這個也是做輸出的 也是做輸出的 所以總共有四個地方可以輸出 那我先用標準的 標準的 就是標準的 那外掛的好處就是 你有比較多參數可以調 再來就是外掛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你看喔 就是按一下上面的這個照相機 按下去之後 它會打開這個視窗 那我們在使用粘滴有四種輸出的品質 有四種 所以你可以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畫質這裡 現在你所預設用的就是高畫質 所以跟你現在看到差不多 你往右邊拉 它有一個有沒有 這個第二畫質 再來就第三個 有沒有看到 當我拉到第三個以後 下面好像又多東西出來了 所以通常我都懶得選中間 因為要嘛就直接最高品質有沒有 好 這個時候呢 最高品質的時候 他還會問你 你是要哪一個日期 哪一個時間 因為 不同的經緯度 不同的日期 不同時間 請問陽光方向會不會不一樣 會對不對 所以各位 這個我先關掉 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在我們二滴的土 左手邊有一個紙北燈 這裡是有玄機的喔 你點兩下看看 對 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 他預設把我們抓到 你在台北的時區 對 所以當然就是以這邊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 設定不同地方 那他的陽光的入射角 就會不一樣 這樣光線進來就不同 真的喔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自己改變的 你也可以直接輸入他的經緯度 好 OK 那麼我們重新再回頭這裡 進到這邊之後 我先把他拉到最高畫質喔 那他怎麼輸出 就是在下面這裡 按下開始 可是呢 你在開始之前 你要先挑好 你要看的角度 也就是說 哪一個POSE 好像拍照片 有人喜歡擺POSE 對不對 你哪一個角度 按那個遠近 你先調好 他預設的輸出 這裡有一個尺寸 有看到嗎 對不對 這裡這個尺寸呢 預設寬度只有400 是不是有點小 沒關係 齁 但是重點是那個比例 因為他現在 預設的比例是用3D試圖 也就是你現在右手邊 這個圖的高 有沒有發現我拉高 這個高度就跟著改變 有沒有注意到 那如果你要比較標準的 其實我會建議各位 比如說你就用什麼 用16比9啦 或4比3 這樣子就好了 你就不會受到你那個 視窗大小的影響 比如說我用16比9 按下去 他就固定這個比例 好 那我現在先用小尺寸 為什麼 因為輸出的時間 他要認真算嘛 所以要比較長 所以你可以先用小的 按開始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用標準的 它就會一格一格慢慢算 這個跟我們一般標準的3D軟體一樣 我們ZENDER 中文一般都是產線 預設值呢 因為你用的是中午的時間 所以通常來講 應該都會稍微比較偏亮 我不知道你們的輸出 會不會覺得感覺比較亮一點 什麼時候最好看 什麼時間最好看 什麼時間最好看喔 就是上午或下午的時間 正中午 因為它陽光比較強 而且它預設 還有在這個地方 天花板還加上中心光源 有沒有 等於說你沒有打燈 我中間就有一個 自動幫你加一個燈 所以為什麼我說它比較亮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通常會把這個 如果是戶外的 其實室內我通常會關掉 為什麼 自己打燈就好了 所以就把這個關掉 那我盡量不要調中午12點 你可以點到上下午 然後這樣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改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我發現有些同學 確實搞不清楚 12點到底是 5月12點還是中午12點 上午12點是不是5月12點 所以有沒有看到旁邊變成月亮 你了解喔 所以如果你點到它 那這樣子 下午12點就是中午12點 那你也可以點到這個數字 直接 你看 有沒有 也要點到數字喔 這裡 這樣有沒有改變 因為3點4點 還沒有提根嘛 6點以後是不是天亮 現在的時間 好 假設我到8點 那我把這個畫面 我先抓下來 給你做比較 我把它釘在旁邊 我們來比較看看 看看 早上的 跟 中午的 有沒有感覺亮度不一樣 請問有沒有差 有 還有陰影 陰影是本來就有 因為中午的話 陰影比較偏下 那 早上這個陰影 會拉比較長 所以你們家 那個方位不中 你們自己改 你知道嗎 這樣 有感覺到的啦 所以你要比較高畫質的 要來這邊 那請問可不可以輸出晚上的 當然可以啊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時間改一下就好了 來我先把這個一樣盯起來 那我們待會兒去比較 就把這個上午跟笑堆掉 現在是不是月亮 我就按下去 有沒有感覺已經好了 你不要笑 如果沒有電池 也不會更 八點就要明明 所以很快的 正常 所以可不可以自己打燈 當然可以啊 所以來我們看一下 要做晚上的 請到左手邊看一下 類別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 電燈跟燈具 很重要 要交電配就是在這裡 你要輸出晚上的 或者在室內 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虛擬的世界裡面 跟真實世界不太一樣 真實世界你只要打燈光 一定會有英明嘛 對不對 再來就是真實世界 這個一定會看到燈具 那我們在虛擬世界裡面呢 它有兩種燈 一個就是像這樣 有真正的燈具的 有沒有 這個會發光 第二種就是 只會發光 但是看不到燈 這一種 電燈泡 你要看 就是那裡會亮亮的這樣而已 所以有兩種 那你如果選擇這種會亮亮的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選擇白緻光源 那它的顏色 就通通都是白緻的 你就不能再改 我們一般3D Light 也是可以改 它這邊就沒有 你如果選擇這個火焰色 那你的燈光的顏色 就永遠都是光顏色 但是強度可以調整 好 那我們先試看看 來 如果你們家需要一檔路燈 我們這裡有路燈 這裡有路燈 好 丟出來 丟出來 不能丟3D 有沒有 像我這個就是錯誤示範 丟3D沒有用 有沒有感覺 不想讓你丟 記得 你只會2D 好嗎 丟到2D這裡 來 那我現在再重新輸出一次 各位 你有腳一點點電對了 所以輸出的時候 有沒有 稍微亮一點 這裡有亮一點了 有沒有 不夠亮 怎麼辦 多底姿勢是一種方式 但是電燈也可以調亮一點 不要這樣 來 就在電燈上面點兩下 對 有沒有注意到 右下角有一點光源亮度 最多緊繃就是百分之百 他說百分之百還不夠 就再增加這樣子 就是再增加另外一盞燈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如果這裡先不改 我就 Ctrl按著 加Shift 我就複製第二盞燈 好 再複製第三盞燈 OK 那現在呢 我們再重新 再把它輸出一次 有沒有再亮一點 也有三盞了嘛 不過 使用3D有一個缺點 剛剛講 虛擬世界 標準的3D軟體 其實是可以選擇 要不要產生陰影 我們現實世界是 照到一定會產生陰影 那這邊 他也沒有辦法決定 要不要產生陰影 就是一定會產生 所以如果你燈很多的時候 有時候陰影會比較亂 這個是他的缺點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剛剛有講過 這種用的是有燈鋸的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只要它亮起來 但是沒有要燈鋸 你可以用這個 比如說用白色光源 把它丟出來 各位 這個 就跟你在室內設計看到的一樣 我把它變大隻一點 因為預設只有10公分 就跟電燈泡一樣 所以我把它拉大一點點 各位 如果你有看過室內設計圖 有燈光的地方 就是這個圖 有沒有 對於這個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 這個變大 你的燈光照的範圍 真的會變大 所以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顆球 這就是你的光源 所以你看我把它拉過來 拉過來 我們再來試一下 我再按開始 我還是做個比較 你會比較清楚 好這樣子 那我們放旁邊 按下 開始 你來比較看看 有沒有 在這個區域會變得再更亮一點 有沒有這些變得更亮一點 這樣使用前使用後應該可以接受 那請問 如果你擺高一點跟擺低一點會不會影響 對 擺高一點是不是照的比較遠 但是燈光比較弱 擺低一點就會比較強 但是範圍比較小 這樣OK 所以 記得 要晚上的就要交電費 就是要來這裡設定一下 不然就是歐媽媽 嘿 所以 這樣應該有比較清楚一點 那麼如果你輸出好了 通常我會像這樣輸出小尺寸 確定OK的 再輸出大尺寸 最後你輸出完 就可以這樣儲存 它就變成我們一般的塗打 這樣了解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不是都是標準的 那Plug in 一樣 來你看一下 我現在比較喜歡用這個 你找這個Tours工具這裡 有個叫Tours 最下面這個 這個 這個是外掛程式 好外掛程式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感覺這兩個長的都一樣 這兩個 只有哪裡不一樣 大家來找查 只有下面這裡不一樣 有看到嗎 其他是不是都長得一樣 而且我告訴各位 你在這裡調的 這邊會跟它同步 所以你如果變白天 這裡就變白天 變晚上就變晚上 你看我這一條 早上八點 有沒有這裡變了 這邊也跟著變了 這樣清楚齁 好 那一樣的方式我按開始 你不要兩個都按開始 因為你只有一台電腦 所以絕對不會比較快 好 有沒有發現它區塊比較小 但是輸出速度 理論上來講會比較比剛剛再快一些 這樣清楚 畫質是蠻接近的 就是兩個應該都是接近的 有一些些差異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是在官方論壇上面 有人提到的 也有人提到說 也許 可能下一個版本 也許會以這個為預設值 也有可能 但是目前好像 還沒有看到有定案 所以我也不知道 它會不會改成這個 這樣清楚了 使用方法都一樣 使用方法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我想要用外掛 你也可以試試看用 這個外掛 我覺得效果蠻不錯的 好 這樣 怎麼輸出 有沒有問題的 沒有的齁 準備蓋房子 終於要蓋房子了